近期 李水云河警方接到一起电信诈骗案件的报警 民警通过调查深挖发现 在这一案件的背后竟然暗藏着一个洗钱团伙 他们利用购买虚拟币等方式为境外诈骗团伙洗钱 仅一个月的流水就高达2000多万元 今年5月 云河警方接到陈女士报警 说自己跟着一个微信名为 雪儿的网友在某APP上购买了100多万元股票 现在APP却打不开了 一开始他是把我拉到一个炒股群里 然后在群里发了一个链接 那个有直播的那个老师会在直播里推荐股票 我已经买了 据陈女士介绍 起初对方是让他跟着群里的老师购买股票 当时收益并不理想 几天后对方便让他下载并注册某APP成为会员 这样陈女士就可以打新股 新股收益比较可观 那个新股的话 打了以后也收益挺多的 我看他增长得很快 然后他就叫我再买一些 然后我就买了 从4月27日至5月29日 陈女士先后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12笔 共计115万5000元 直到5月31日 陈女士发现该APP无法打开 也联系不上这名网友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这是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电信诈骗团伙往往将所骗得的钱通过洗钱公司转账 只有斩断这一洗钱链条才有可能把陈女士的钱追回来 民警从资金流向入手逐渐查清了一个为犯罪分子转移犯罪所得的利益团伙 因为我们受害人的钱是转到这个洗钱团伙的银行账户下的 然后我们继续深挖 然后发现了一个团伙 是专门是为境外的诈骗团伙提供银行账户转移资金的 在经过前期的摸牌的基础上 成功地将五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在案件扮演的过程中 我们还发现了该洗钱团伙的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该犯罪团伙成员多为社会无业游民 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 从今年5月起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雁闹尔市林河区 利用购买虚拟币等方式 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洗钱服务 洗钱一个月左右 转账流水就高达2387万元 8人共非法获利8.3万余元 警方的嫌疑人在明知 资金是违法犯罪所得的情况下 人利用自己或他人的银行卡收受账款 并且利用以购买虚拟币的方式转移资金 目前该案件已移送至云河县人民检查院 依法审查起诉中 记者许晶晶编辑报道